这个是手动和电动可以切换的 在调试之前呢 我们先手动的调试之前呢 要把它切换到手动状态 它的正确工作方向是往前推的 往前推 现在手动转不动 是因为它是处在电动的一个状态 我们要把它切换到一个手动的状态 这里呢有一个 你看这里有一个孔啊 这里有一个孔 然后我们把这个旋钮往外拉 拉出来 它现在拉不动 拉不动的话呢 我们可以一边在这边 一边在这边晃一下 来回来晃一下 然后呢 一边在这边拉 把它拉出来 有的时候拉不动的话 可以在右边晃动那个大蚊子 晃动一下 然后把它 这个里在这里 在这个状态 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 箫子挡片的一个箫子 把它弄出来 随便一个位置都可以啊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把电动机 电机和这个 手机呢 把它分离开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 可以很容易的轻松的来转动它啊 正确的东西往前转 尽量不要倒转啊 如果出现卡机了 可以微微的倒转 但是不能倒转的太多 然后呢 我们最后调拾好以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 我们要用电来生产的时候呢 要把它复位 复位的时候呢 注意一定要让它到底啊 不能让它这样 你看 它这样 这个口 这个口呢 和它 这里对准了 对准了以后 这是不行的 因为它没有完全进去啊 它没有完全进去 是这样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里面 我们切换了个地方呢 它两个没有完全 咬合在一起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 转动一下右边的 这个轮子 转动一下 让它里面 咬合的地方呢 给它对准 你看 我现在在这边 然后你可以 你也可以 你看 你也可以在这边呢 稍微的晃一下 让它完全进去啊 进去以后呢 你看这里面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深度的啊 它就是说 它能够完全进去 不能让这个 旋钮呢 在外面啊 这样的话 你这边就转不动了 也就是说 我们要 把这个旋钮呢 完全到位 完全到位 感谢观看